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台北市长柯文哲日前在广播电台上, 向听到两岸一家亲感到不悦的民众道歉,引起社会议论, 柯昨天受访认为这说法蛮自然的,也不觉得哪里有错, 但想不通为何被炮轰的一态糊涂。 对此,钱力为孙大千表示,柯文哲道歉会惹出这么大的争议, 关键在于他的态度,孙大千在脸书表示, 柯文哲不明白为何这次为两岸一家亲道歉会惹出这么大的争议, 关键不在于道歉,而是柯文哲的态度。 孙大千指出,柯过去让民众耳目一新,赋予厚望是因为他不会像传统政治人物见人说人话, 见鬼说鬼话。 但这次却因为向少数势力有所求而功亏一窥, 再来,原本许多新兴中间选民寄往柯文哲的两岸一家亲的诉求, 能走出第三条路或成为化解两岸僵局的方案, 但柯却在专访中说, 这不过是用来应付过关的策略。 孙大千直言, 这是柯文哲亲手粉碎掉台湾人民终结物斗, 停止对抗的梦想。 孙大千认为, 柯文哲若能在道歉后进一步和深律选民对话, 告诉他们为什么要提出两岸一家亲的论述, 让他们了解柯希望及此解决台湾内部和两岸之间的矛盾, 也许他们无法马上接受, 但至少有做出情感的抚慰, 如此一来柯文哲有机会成为不可取代的政治领袖, 但可惜柯试图用装傻的态度浑水摸鱼, 最终两面都不是人。